你好各位观众我是黄明明 欢迎收看今天11月10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告诉您台中南湖大山又传出有山有失踪 一名在宏达店担任经理的康姓男子 5号跟朋友登山的时候不小心跌落山谷 隔天空勤直升机虽然已经看到他正在挥舞白色布条求救 却因为地形险峻无法吊挂 没有执行救援任务就离开了 虽然后来是由地面救难队接手救援 但是这名男子的手机已经没电联络不到 事发到现在已经超过5天都还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让家属非常担心 直升机在南湖大山山区来回穿梭 终于发现山谷里有一个不断挥着白色布条的身影 在宏达店子担任经理的康先生 到南湖大山登山却不幸跌落山谷 第一时间他以手机求救 还发出GPS定位资讯 隔天空勤直升机到达意外现场 却没有执行救援 在空中盘旋七分钟之后就离开 家属痛批 看得到却救不到 这根本就是巴掌溪事件的翻版 不过台南空勤队表示不是不肯救援 而是现场地形太陡 直升机根本无法靠近 康星男子是这个月五号在南湖南风前往中央间西山屋的途中 不慎跌落山谷 这个山谷相当陡峭 坡度高达八十度 深度超过一千英尺 可是直升机的垂降钢索只有两百五十英尺 根本无法掉挂 空中救援无功而返 空情队说返航时有通知地勤出动救援 当地辖区消防队也表示 已经有救难队上山搜索 不过意外发生至今已经五天 康星男子因为手机没电 已经完全失联 下落不明 让家属相当担心 记者综合报道